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对标 那么在礼拜三的盘式 大盘涨109点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呢 也看到说这个盘式涨起来 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不是说抗情涨上来 说真的 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的涨势 是上个礼拜一开始 大盘跌了522点的反弹 可以随便追加吗 不行 我一开始就开门见证跟各位讲 不要看到指数涨上来了 好想去追股票 小心啊 这个盘式的大西波修正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最主要的观察重点 来我们一开始 先跟各位讲几个地方 那么我先跟各位讲这个标题 我说下周升息 量缩将变 下周升息 量缩将变 现在升息时间很远吗 不会 下礼拜 马上 下礼拜 就是要升息的动作了 那么要升息的动作情况之下 该如何来掌握这个机会呢 绝对不是叫大家说 哇涨上来了赶快追股票 上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一 六天的时间 大盘回档522点 很多股票跌了几十块 甚至像环球金 从上礼拜一 398块 一下子回到301块 跌了97块之多 幅度非常的大 六天时间 幅度非常的大 那么今天盘中跟盘后 好几个好朋友所问到共同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先回答很多好朋友问的重点 好 这样子开门见三 也是你心里面最想知道的重点 我先讲 第一个 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 昨天呢 是晚上开盘涨350点 最高涨了368点 收盘跌53点 怎么会这样 我说这个盘式架构里面呢 好朋友你真的如果有仔细看这个盘式的节奏 好 甚至有仔细看这个节奏 昨天市场传出来说 中国要大减汽车关税 把原来对美国科的25%去掉 好 原来大陆汽车关税 从7月1号开始 从25%降到15% 但是对美国呢 再加25% 所以是40%的关税 像特斯拉 这些大厂都受不了 真的 如果再加25%的汽车关税 哪个行业有这么好的毛利率 可以赚25%的 绝对受不了 所以 当中国传出来要大减汽车关税 美国股市开高 这个猪队友 谁把他打下来的 川普 川普威胁国会 如果没有给他50亿去盖美墨高墙的话 他下礼拜21号 下礼拜21号 那个美国举债上线到期 他要让政府关门 我说一个总统怎么可以用威胁的方式 叫国会一定要听他的话呢 要不要花这50亿美元 国会所代表的是民意的方向 怎么会是总统就用威胁的方式呢 这个观点 不要说我讲了 美国股市 从开盘最高涨368点 一路撒下来 有没有 这个大震荡 一根中黑黑走势 那现在眼尖的好朋友 一定也很仔细看到一个重点 现在美国道琼电子盘 小道琼旗呢 又涨了159点 涨了159点 会不会今天晚上又是开高 几个关盘重点 来我们很快的一起来掌握 这些重点的内容方向 第一个重点 来仔细看 今天拉抬台股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华为的副董 就是他的财务长 孟晚舟女士呢 法官裁定 2.3亿的新台币交保 需遵守16项条件 这个可以交保 当然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利多 我也认为是一个利多 可是一个关键点 他不是无罪释放 我们在昨天早上之前 跟各位讲过 法人的三个 杀盘推演 第一个就是当庭释放 第二个交保 但是呢 可能就是等待美国的引渡 这是其次的 当然好的结果就是罚款了事 第三个 会是什么情形 造成华为也是受到美国制裁 这个关键重点内容啊 大家最在意的 是不是第三个情况 是 可是他今天开始 又可以交保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好像是利空出尽了 没有 他要等60天内 60天内 就是2月12号之前 等待美国的引渡条款法律 送到加拿大 他会被引渡到美国去 当然这个地方他也可以看到 时间可能拖好几个月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交保等待引渡 这不是利空出尽 可以说是华为概念股 可以说是跌升反弹 但不能说利空出尽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一个等待 引渡的法律文件 好 这是第一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不是利空出尽 最直接最直接的 你看大陆股市 上海的涨幅 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多 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接近快四分之一 我们台股涨了109点 1.12% 那大陆股市只有涨8点 涨0.31% 第一个最证明的 大陆股市没有大涨 大陆股市 你说要给美国汽车关税优惠 然后美国也释放一个 加拿大这边释放好消息 华为的公主 就是他的副董事长 可以交保了 可是呢 大陆股市 两点钟的时候呢 还一度快回到平盘 有明显是利多庆祝吗 如果连当事人的大陆股市 都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利多庆祝 你说我们这边庆祝什么 我在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跌升的股票拉起来 可是前面强势的股票呢 一个一个掉下去 非常可惜啊 拉跌升去出前面高档强势个股 好 我待会再跟各位讲这一块 另外一个讯息重点是什么 下午三点钟左右 美国国会议员开始有提案 禁售美国产品给中兴华为 如果禁售中兴华为 是不是 华为事件没有落幕 而且这一次还提案要立法哦 不能把它当作利空出境吧 好 这些都是在今天下午 2点57分的重点资讯 先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 好 另外一个重点 明天 明天来讲 全球央行开始要进入紧张时刻 备战时刻 什么内容呢 本周的经济焦点 明天的欧洲央行要开会 很可能宣布结束宽松货币 欧洲央行要结束宽松货币 最大最大的因素 不是说经济面特别好 不是 其实欧洲的欧债五国 欧洲五国经济面还是很糟 最大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下礼拜 美国要第九次升息了 9月27号第八次升息 下礼拜三礼拜四开完会 又要第九次升息了 美国要升息 现在还好十年公债殖利率呢 回到2.9%上下 如果一升息 让十年公债殖利率 又往上冲的话 影响大不大 明年基准放款利率 美国估计到3% 市场 小摩估计 明年的短期利率会到3.5% 3.5% 高过台湾 外资扣掉分离科税的3.16% 你说外资会不会卖股票 很细心的投资朋友 你看到礼拜二礼拜三 大盘昨天今天涨上来 外资还是在卖股票 那么这两天今天外资卖20.36亿 这一个月12月以来 外资卖了多少 卖了549.36亿 应该讲说是扣掉12月1号 492.43亿 因为12月1号是买 买在12月3号 买在12月3号 最高点那天买了56.93亿 所以在这几天的时间 外资是连续卖超 卖了549亿 12月卖了492亿 今年到今天为止 外资总共卖超多少 3432亿 我先跟各位讲 如果股息殖利率 真的回到了3% 3.5%以上的时候 标普500 明年只有1.9%的股息收益率 不要说台股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只有1.9% 远低于3% 怎么办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又是外资去调节持股 最大的关键 我再讲一次 下礼拜第九次升息 基准放缓利率 2.25%到2.5% 公债10年的公债殖利率 美国又会冲到3.1% 3.2%以上 没有很远 就在下个礼拜 你如果知道这些法人的规划 我说我第一时间都跟你分享 法人的思考跟观点 外资今年卖了3432亿 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卖股票 就是因为这个利率的关系 马上下礼拜要升息了 量能怎么出来 涨的时候出不来 杀的时候停损 中长线的单子就出来了 了解吗 这些观点 你听懂了 来我们再往下看几个重点 那么一个是标普500的股息殖利率 明年只有1.9% 太低了 这个数字我说实在的 不要说台湾了 连外资自己都会卖美国的 S&P500指数成分股 你说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台股来讲 有没有 对台股来讲 怎么会是一个外资会是一个 真的好像是做一个股价走稳的手段呢 绝对不是 好 那最重要的 大盘走势的一个结构里面 你仔细看哦 大盘其实有很多的关键重点 有没有 关键重点就是在于说 当指数今天拉升上来 为什么昨天涨今天涨 外资都是站在卖超 好好想一想这个利率的观点 我一开始先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外资今年到现在为止 卖了3432亿 数字非常的大 再来 12月5号我们跟各位讲过 美在收益率曲线 11年来出现倒挂 经济衰退的现象 有没有 现在这个讯号没有改变 我跟各位讲 现在不要说那个逆价差拉起来 就好像改变它的趋势 实际上美国的一个债券市场 你仔细看很多的 要仔细观察 那么这些重点里面呢 我们如何来掌握 接下来的重点讯息 来 你看这个地方 我说从10月底以来 你看到利多追高被打下来 利多追高被打下来 看到川习会大利多 大利多大涨结果大跌 当天涨249点 结果6天 回挡522点 今天又是利多 华为公主被保释了 交保了 今天又是利多 两天涨上来 我问你 谁在卖股票 为什么要一直拉抬给外资出货 这些内容 我还是提醒大家 今日利多追高的 小心被修理 今天全市场大概99% 都在看多 还是我马老师呢 告诉你 不要说看到利多 看到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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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看到利多去追 被修理 这绝对不是我修理大家的 是市场 真的 有那几只手 好 有那几只手 在修理短线利多追高 利空 才会压回来再买 了解吗 这个观点 你看这大盘4天 成交量 都在1000亿上下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就有人问我说 老师 拉回量说 会不会又是一个凹动量 礼拜五 如果说是一下低于 1100亿 剩1000亿水准的时候 第二天又回到1300 1400 那个是凹动量 可是你看这四天 明显的是退潮量 没有进来 最可惜最可惜的是 昨天今天上涨 昨天今天上涨 今天的成交量 连1000亿都没有 是不是非常可惜 这个现象 大盘这六天 跌了522点 涨400期跌522点 礼拜一的时候 收盘创了11月新低 今天国际股市都有反弹 我跟盘中的好朋友讲 国际股市反弹 欧洲的英国 德国 法国 都是创今年新低 日本也创了5个月新低 美国 道琼也创了5个月的新低 台股这5个月的新低 在哪里 9400 台股有没有创新低 没有 为什么 涨 涨不上去 跌 跌不下来 有人上下 就给你做价差 趁着今天利多 又在卖股票 好 不要说外资了 外资是天天卖超 你如果看到这个数字 你先看这个图形好了 来 你看看外资卖了多少 1234567 连续7天卖超 除了12月3号 10148 有小买超 56.93亿 56.93亿之外 这7天 天天站在卖超的方式 那么在12月以来 你看到外资卖了多少 492亿 包含12月3号第一天 卖了492.56亿 外资是不是继续卖股票 好 这些观点了解之后 来仔细看几下 加权指数 4天没有量 没有量升息的冲击 下礼拜就要来了 你说这些大资金的 包含外资 会不会先卖 你告诉我 事实证明 外资是连7天卖超 连7天卖超 你回头看一看 大盘站上万点之上 是连续365天的套牢头部 为什么在这一次 12月3号10148 冲不上10189 没有办法站回万点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要拉指数不难 他就是拉台积电 拉红海 拉全职股 可是拉完全职股之外呢 没有股票 可以很强势的 垫高指数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避开万点 365天的套牢头部 就是这个区间 17个月 17个月 你看这10年的走势 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形态 像一个M头架构 然后呢 高档 没有回到颈限 那这些观点 来 我们在11月1号 我们所说的 可乘 有没有 我还特别去 这个属于可乘的YouTube 这个影音里面截图 11月1号 303块 跌到昨天 217块 好不容易 今天有稍微反弹一下 你想想看 这一段大跌 有没有请大家避开 不是只有可乘 太多了 我们很多的重点 都放在我的YouTube账号里面 YouTube账号是 goo.gl 斜线 1k63gu 好朋友 都可以先锁定 我的YouTube的影音右下角 有订阅的符水印 或者是账号右边 有订阅的字样呢 按下去 就可以完成订阅 非常的方便 那再来 手机族群 到底景气好不好 不用我讲 大力光啦 很多电子大厂 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现在12月 也走到上旬了 马上再做半个多月 12月份 今年就结束 你看 大陆的中国手机厂 锤子科技 有没有 昨天传出来 是不是 有资金很挤俏的问题 今天呢 再传出来 连三星的天津手机厂 12月31号 要停产 一年的产量啊 3600万只 一年的产量3600万只 竟然要12月31号停产 这些怎么会是 手机啊 景气面的好消息呢 这些观点 再回到台积电 很多高价股票 从12月3号 外资这天还有买哦 然后就一路杀 台积电这6天的时间跌了16块半 这两天反弹 你仔细看 外资有真的大买吗 我让你看看外资的筹码 这两天哦 台积电明明就是看到有在拉指数 好朋友还问我说 老师昨天今天最后一盘都是5000张3000张的大单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大单是卖 昨天价格没有动 但是内盘价是往下掉 这些都不是外资在买进的 有没有 3484张 是不是外资卖的 我说从10月份以来啊 10月份以来 10月到11月 外资提款台积电 550亿以上 我还是用11月底的收盘价来算哦 11月底的收盘价 550亿以上 卖台积电 这个地方反弹上来 外资还是在卖 你看到这一个月 外资又卖了2万多张 我要讲什么 40几亿又被外资给提款提走了 你去想一想 为什么护盘一直要 互给外资做提款动作 只有一种可能 我礼拜六的现场 再跟大家分享 那最主要的 大家也看到一个很真实 今天外资又大卖的中美金 卖了7800张 连续三天跌破季线 老师这一段不是跌了22块 跌很重吗 对 跌很重 超涨上去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你看看 我说国内的内资啊 国内的内资在最后操涨的时候 最后操涨的时候大买 有没有 国内的内资投信把人大买 结果 22块一下子跌两层 又开始要停损了 为什么最后去拉抬给外资大卖 你知道吗 这九天的时间 这九天 外资连续大卖中美金 442,294张 看懂了没有 这些都是精彩的故事啊 我们礼拜六 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最主要的重点 你看可乘 这六天的时间跌了77块半 我如果说图形没有放大 你没有感觉 我把图形放大 价位都标出来 12月第一个礼拜 跌最重的是高价股 台积电跌16块半 反弹 反弹 外资今天还是卖 可乘 你看 这一段跌了77块半 是不是反弹 跌太重了 反弹上来 拉高要避开 甚至放空 甚至创意 这一段 从219跌到180.5 这六天跌了38块半 很重 38块半的修正 这两天也是反弹 不要追 该避开的 要避开 再来 国俊呢 这一个礼拜 跌了93块 这两天拉起来 算很弱 你知道吗 最主要 这一个礼拜 国俊是跌93块 今天还收黑K 真的很弱势 那么华欣科呢 这一个礼拜跌了51块 最后这个地方的涨势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是不是高价股 12月第一个礼拜 领跌 大跌 国俊跌了93块 反弹 华欣科跌了51块 反弹 昨天就有好友问我说 老师 你怎么看法上 好像稍微比较停顿了一下 没有这么看坏 我说 跌一下跌太重了 很多个股啊 你再看一遍 从国俊 从那个台积电开始看 台积电跌16块半 反弹 可曾跌77块半 反弹 创意跌38块半 国俊跌93块 华欣科跌51块 环球金呢 跌了97块 跌了97块 反弹 中美金跌了22块 还没有反弹 昨天收盘价 还创了12月的新低 今天开高走低 虽然是小涨 但是非常弱 我刚给你看了 外资大卖7800张 这9天的时间 中美金一档 外资就卖了44000张 你想想看这一段 为什么是国内的投信 把人拉给外资去大出货 这些很精彩的故事 我在礼拜六的现场 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 那最主要的 你看这9天 这9天 是国内的投信法人 拉上去给外资大卖44000张 现在从高档 跌下来超过两成了 国内法人 这个地方去追的 又在停损了 再多钱也不能这样子做啊 真的啦 脑袋有动才会替外资抬轿出货 可是市场就有这种法人给你看 而且还是替国内小散户管理的 那么这些观点我们点到就好 最主要的 这些精彩的重点 礼拜六的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晚上台北 要报名的好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0225783777 因为讲到这些故事啊 讲起来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 也不能直接讲 直接讲的话 会得罪很多人 甚至呢 以后可能下午要常常去喝咖啡了 最主要的 来我们先看几个地方 昨天告诉大家 道琼是创了六个月的新低 今天早上还是在小跌哦 你现在看到美国道琼期 道琼期就是电子盘呢 还涨178点 现在涨不见得涨 就像我昨天讲的 昨天那时候涨200多点 我说收盘还不见得 你看 昨天晚上开盘涨350点 收盘跌53点 是不是一根将近400点的黑K 将近400点的黑K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昨天是利多追高的 套在上面 今天晚上 礼拜三的晚上 就是美国股市12号 如果又是开高 以现在估计它的开高位置 又刚好是在五日线附近 会去帮昨天套牢的人解套吗 不会 美国的法人超过五成 更精 他们都知道 下礼拜FED要升息 他们也会开高之后呢 去做调节 了解吗 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的主题 下周升息量缩将变 好 这些观点你仔细看 那我还是跟大家提醒 这个道琼M头的架构 从礼拜 上礼拜一 我们就跟各位讲 上礼拜一哦 还没有反弹高点的时候 我说反弹上来会见高点 带上一线 结果从礼拜一的收盘 到昨天的收盘 跌了多少 1456点 1456点 你认为它会形成一个 比较强势的转折吗 这个地方有没有 是一个M头架构 是一个M头架构 不要去猜 它会一个转变的一个走势 好 这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那再来 反问一个观点 如果外资真的这么看好 台股 为什么今天不买 而且外资今天卖超上市 20.36亿 它是连六天去买富邦VIX 这两天台股反弹 美国股市呢 震荡一下 富邦VIX回档哦 12月这六天 累加起来 外资又加码了 十二万五千张的富邦VIX 外资为什么大幅加码 富邦VIX 就是看美国道琼的波动率 下礼拜有升息 有美国政府要关门 精彩啊 一个一个事件 川普真的很卖力演出 好 这些我点到就好 那最主要的 我说大力光昨天跟各位讲 要避开这种两位数 十一月不好 他不是利空出镜 十二月还可能再降低 明年第一季还看不清楚 这是大力光董事长说的 十二月可能还会再降低 明年第一季还看不清楚 你要感谢拉高的机会 拉高出市 拉高放空 拉高卖 不是给你追的 好不好 可曾我们昨天讲完 今天有反弹 你要感谢他拉高啊 希望他再拉高一点 要做价差 要拉高上来再空 都有利润 同时像国具 我刚不是跟各位讲吗 今天还带着一个黑K 最后一笔一千张 还在往下冲 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如果这一波反弹强度很强 是放在被动元件的话 很多投资朋友早就解套了 可是他放在细晶圆 跌了七成多的细晶圆 反弹幅度比较强 那接下来呢 你看华欣科 是不是一样的情形 今天呢 反弹上来 不要乱追股票 神盾今天再拉高 回到这一波的高点 我跟各位讲 你要感谢拉高出的机会 他的营收减少了 月减21% 股价192块 刚好是景线的位置 多了五毛钱 能不能站稳 那么康控呢 股价有反弹上来 月减四成 年减五成 非常大非常大的降幅 反弹上来 给你好的卖点 空点 不是追价的 那么昨天讲的智茂 只小涨0.5 0.5 真的很弱 穆德呢 涨了11块半 这也是反弹 你要把握机会 比较弱势的像如虹 有没有 跌了两块 巨洋跌一块 还有智义跌0.8 今天几乎高点越来越少了 那最主要的关键重点 你看环球金 12月3号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避开 今天反弹哦 还跌45块 中美金高档 请大家避开 还跌15块9 合金呢 今天反弹 还跌2.35元 类似这种高档出现反转现象 这种高点的反转点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你要卖还是要空 把握机会 比方说我们在今天盘中告诉会员朋友 你看今天的新星 大盘指数涨109.76000张 结果呢 反而领先大量的黑K下跌 南电 大量的黑K下跌 甚至致意 今天也是 创新高 大量黑K下跌 这些都告诉你 弱势的股票 不要随便乱抢 好 这点特别把握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好朋友问的一些个股 刚才我刚看了一下 好多好朋友问的重点 很精彩 5483有点弱势反弹 还有反弹的空点可以空吗 我也希望说他能够弹高一点 可是你看到真实的现象 今天晚上 你看到外资卖7821张 有没有 外资卖7821张 你看一看 三大法人 卖多少 7397张 外资如果说带头大卖7821张 最弱势的现象 没有反弹 没有反弹 直接再往下回测 因为这9天 我刚算过给你听 这9天 外资卖了44294张 是不是我讲的 他为什么拉上去 国内的投信法人 替外资抬教 前面不大买 涨了四成五成以后 才去大追 追完现在跌两成下来 又开始停损 再多的钱 这样子赔都赔不够的 但是我告诉你 中美金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范例 这波很多股票 你看他回都不回 一口气 一个月 有没有 大涨上来 没有回档修正 没有换手 一旦涨完结束 怎么上 怎么下 后面的超涨 现在的超跌 一样一起回来 了解吗 所以第一个问题 你问到的中美金 我也希望他有反弹 可是以外资 今天大卖7821张 9天卖了44000张 要反弹的机会 反而不大 好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好 再来 那么2915的润态权 适合不空吗 其实一个关键重点 我们刚各位 讲过一个观点 你看润态权 减资以后 没有跌破月线 来 我给你看大一点 有没有看清楚 他的股价 减资以后 礼拜一 礼拜二 破月线 今天跟着大盘 做反弹 你说外资买超的数量 有没有 外资买超的数量 真的不多 才200张 就他56.4亿的股本 太少太少 最主要 我们跟各位讲过 你看他的营收 五个月 每个月都下滑 连续三个月 都是年减两位数 甚至将近五成 这种营收数字 本业不行 好 本业是一直在往下掉 除非就是跟明 就跟去年的12月一样 再来个年底入账 再来个年底入账 如果没有年底入账呢 怎么晚回来 所以相对的 我说 在这一波的走势是弱势 短线上 你也知道 他市场的融卷也不多 能够融卷的部分也不多 拉高上来 我还是建议 保守操作 不要去做追降的动作 好 那再来 神盾本周还会反弹吗 其实你仔细看 神盾的股价 我刚刚跟各位提到过一个重点 有没有看到 去年的一个高档压回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支撑点 192 现在高角度的拉伸上来 回到了192.5 是不是回到了景线的震荡压力区 那观察的重点 市场所说的 它是明年第二季开始 才会接到大陆手机的代工 手机的一个指纹 光学指纹辨识的题材 明年第二季的利多 这一波 一口气反应完 谁在买 你看看 国内的投信 这一波一路追上去 这个是作战行情吗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作战行情 但是 不要像 我刚刚讲的 你再回头看一看中美金 他们买的价位点 是什么价位点 买到后面 前面没有大买哦 第一档还在追杀 结果买到后面大涨 给外资大卖 现在 你看到6462的神盾 这一波拉上来的过程 外资就在跑 今天反而是外资 换他自己拉 拉上来 散户会跟吗 你看看他的融资券 你就知道 其实融资来讲 又在创新高 散户追的比较多 好 融券只有2500张 三分之一 比例还是太少 好 这点要特别注意 好 另外一个6510的金测 有机会做多吗 金测今年的股价跌幅很重 好 跌幅很重 两个观点 就他的股价技术面的形态 法人没有连续大买哦 技术面来讲是跌升反弹 你看看他的营收数字 11月营收 月增3%不算多 但是去年11月是谷底 所以相对去年11月12月是谷底会年增 可是跟月份来比的话不多 我的看法比较偏向是技术性的反弹 你如果要买 我会给你建议 第一个495块 十日线设停损点 第二个 这些高价股 最怕最怕的是成交量量缩 如果成交量量缩 高价股不好推 推不动 了解吗 一定要看大盘的成交量 好 这两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再来 4147的中域 近日可以进场做多吗 中域现在的股价走势 我跟你说 他现在外资还在大卖 而且是连续6天大卖 以目前来看 非常非常弱势 大盘涨两天 他两天都没涨 很弱势了 我会建议 你多观望一下 多等待一下 至少等外资 他的卖超结束 股价开始反弹 你再来做进场 好不好 不要太早拆底 好 那再来 现在做空 有卷可空 一定会被嘎 要等高点反转 有钱也没卷可空 先前的中美金 及现在的南店都是 其实一个观点 不是说没有卷可空 我讲一个实在数字 你看 这一波的南店 融资在降 昨天融资在降下来 融券在增 最真实最真实的 昨天融券增加1444张 有没有卷增 有 不要一直拿说 没有融券可空 当做借口 很奇怪 我们认识很多好朋友 奇怪 我讲的股票 有些时候 之前还没有开牌的时候 包含了像什么 那个祥朔 那些卷都非常少的 穆德 我们之前开始空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们抢 等到我们开始公布出来的时候 这些好朋友们 你们都可以空得到 祥朔 空得到 像穆德 那个卷之笔非常接近的 卷很少的 都有 南店 昨天1744张 怎么没有空 是真的有人空 1744张 那5483的中美金 你看 拉到高点的时候 高点回下来的第一天 融券 7000张 融资 16000张 这个差距 还有9000张的差距 怎么会没有融券可以空 我刚讲了 穆德也好 祥朔也好 那个融券很少的 都有人钓得到 要得到 为什么 我跟你讲一个答案 你现在讲中美金 讲到南店 我跟各位讲 其实就是一个企图心 因为市场的融券 它分布 本来就不是像融资 每一家都可以借你钱去买 融券要有 券商有融资余额 才可以有融券借你 所以第一个 你要找的券商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家开那边开的是一个小券商 那当然没有融券嘛 第二个 就算是大券商 因为有些时候啊 大家都在抢 大家都在抢的时候 因为也还有当冲 现股当冲就没有问题哦 可是还有融券 他们也会当冲 所以这些融券有配额的时候 你要更积极一点 去借券 吊券 不是标借哦 应该是讲 吊券 跟其他分公司吊券 甚至更积极一点 多开几家大券商 真正融资比较多 有融券配额的 哪几家 市占率比较高的 元大 富邦 凯基 永丰金 群义 这些市占率高的券商 融券余额才多 你问到这个问题 我刚好顺便跟各位讲 中美金南电 真的有还有很多券可以空的到 不是没有券 8046的南电 昨天最真实最真实的融券增加1744张 真的借的到 不是没有 开户的地方 券商多开几家大券商 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好不好 好 那再来 那好朋友来 问了问几个问题的话 目前来讲 FED如果说假使股市过度修正与非农数据差 反而取消升息的话呢 这不是我们自己猜的 在国外 他们都有统计公司 现在目前的估计 下礼拜升息的几率 高达7成2以上 7成2以上 市场上最近上个礼拜 一直有提到说 明年会缓步升息 就像你现在问说 可能因为经济数字 这些数字公布出来 取消升息 他们所说的取消升息 是明年三次降为两次 但是我跟你讲 两家券商高盛跟另外一家 我记得是小摩 都是看四次 不是不是两次 是四次 最大最大的关键 通膨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造成很多物价上涨 通膨要上来 FED一定要收资金 不收资金会有什么后果 钱太多 炒物价 大家去抢 囤购 那个物价会涨得更不合理 对经济的伤害会更大 所以FED一定要升息 明年不管是升两次 还是升四次 明年的事情 先看这一次 现在估计的几率超过七成二以上 了解吗 好 那再来 那盘式架构台胜科空在112 怎么看 为何不像其他矽金元转弱势 我在之前跟两位好朋友说过这个观点 台胜科为什么不看他 第一个 减资五成 退五块钱 小股东的人数持股少了一半 这个是减资五成 减资五成以后股价又跌了四成下来 几乎白减了 现在的价位点还没有回到减资前的 那个位置 你看减资前 78块四这个地方 现在的价位点还没有回到减资的参考价 第一个重点 他的股本 大股东其实在这两年一直有在卖股票 那个股权的比例有下降 他不是透过库长股 他透过减资以后 大股东还是掌握台胜科 可是小股东的筹码变一半 这是第一个重点问题 那第二个重点呢 你看到他的大股东 前三大股东占了公司股权八成以上 在外筹码不多 外资真的有大买吗 为什么很多法人都不去做台胜科 八成的持股在前三大股东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台塑集团 两家 占了八成以上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吧 好那再来 那目前来讲3037 KD值是否太高 今年大概只有赚一块三 其实这个手法 我刚刚跟各位说过 你先看中美金 有没有看懂 中美金从今年的高点153块半 有没有 153块半跌到47块1 跌到剩三分之一 再从三分之一的价格涨将近一倍 你看一看 谁在追价 我把图放成三图 你又看得清楚 谁在高档去抬教追价 是国内的投信法人 那这一次3037的新星呢 前面是外资在买 后面是国内的法人在抬教 好处是今天他们有调节了 不是说只是会买而已 也有在做调节 也有在做结账 这个观点 其实不是说本益笔的问题的 你如果要看本益笔 那你很难解释啊 国具 有没有 今年反而再怎么调降 EPS 85块 85块的EPS 目前的股价 本益笔四倍不到 华兴科呢 2492的华兴科 今年大概40块 本益笔大概就四倍 四倍多了 你很难完全用本益笔的观点 去做分析 但是一件事情 股价还是会真实反映 它的获利跟基本面 不然你为什么看到说 最近这九天 我刚刚讲的 这九天 中美金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而且呢 超涨超跌 44,000张 今天大卖 7821张 这就是还原 它的基本面 跟真实的情况 不是只有星星啊 你如果说 你看到星星 它还算是有赚一块多 对不对 8046的南电呢 我跟各位讲过 南电前三季 还赔一块三 以它目前的速度 跟11月营收 还衰退了5.8% 今年可能还不会赚钱 今年不会赚钱 股价呢 涨到42块4 你怎么解释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不会去空南电的原因 它的净值很高 一上市办理现金增资 公司的股价 就一路下来 好 这个故事 以后再慢慢讲 好 那再来富邦VS 可以追价买进吗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不要用追的 00677U 好 这个电脑有点停住了 不要用追价的方式操作 因为目前这两天拉回 你看到今天晚上 如果美国股市 就像现在的电子盘一样 现在有涨到200多点 美国道琼有涨 富邦VS 有压回来 你再低接 好不好 有压回来 你再做低接的动作 好 那再来 4943的康控 康控 我刚讲过 它今年的第11月份营收 降得太离谱 月减4成 年减5成 虽然说第三季 前三季获利不错 有6块钱 可是我跟你讲 它这个跳空缺口 外资今天 你看 外资卖了517张 我刚刚讲的 是不是请大家避开 这不是我今天讲而已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 营收衰退的股票 外资会大卖 法人会趁着拉台上来 拉得越高 卖得越多 这点特别注意 不要去抢短 那再来 2317的鸿海空在70.8 空在70.8 真的没有什么好赚 我也说过 鸿海的股性 它的赚钱 其实是非常具有什么 全球的指标性意义 空在70块8 没有太大的稿头 我会建议你换股操作 那1515的利三 利三的股价走势 我说连五日线都没有跌破 今天上影线比较长了哦 今天上影线比较长 注意 代表说短线冲高到77块以上 确实卖压增大了 短线把五日线当做一个停力点 明天上来的速度会更快 不是现在的70块1 如果到现在这两天的速度的话 明天的一个低点支撑 可能回到72块 五日线会回到72块附近 当做一个支撑点 五日线如果跌破 多单要退场一下 那8299的群联空在211 群联这一段 从255跌到232 12月第一个礼拜 回挡了23块 这两天反弹 但是大家都看到 早上我也赖给大家看 Fresh的价格 其实在最近 记忆卡部分有反弹一下 可是呢 不管是第四季 还是明年的价格 功过于求 那个喊叠价的速度啊 比低润还要夸张 我还是建议先避开 不要去做多他 你如果是空单的话 等他压回来 再回补 毕竟他这个时间点 他的一个融券 事实上融券多不多 你看最近这半个月 拉上去融券也是在低档 融券在这波上来的时候 是一直有减 融资增加融券没有增加 这个是筹码面的好现象 比较没有这种嘎空的题材 下周升息金融股会涨吗 其实金融股 在今天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也讲两个重点 哪两个重点 你看看 金融股他在这一波 这半个多月来 非常非常的弱势 他先反映了两个利空 第一个 11月份六大受险公司赔钱 星光金赔很多 南山人寿赔钱 反映11月 大盘是上涨的哦 受险股继续赔 第二个 在接下来的汇率贬值的时候 汇损的压力很大 汇损 金融股是这两个最大 如果升息对金融股是有利 很可能是趁着升息 到时候再来做反弹 因为这一波跌得太久了 他也会做反弹 再不反弹的话 会变成什么 变成10月底 拉金融股称指数称上来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看到 他站上五日线 1200点的位置 好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 目前的盘式架构上来讲的话 很多股票 我说说过了 很多的一个像融券的问题 一定要多开几家券商 而且呢 要开大券商 好 一定要特别注意 要开大券商 小券商是真的没有 好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FB好朋友问的个股问题 好 那FB好朋友问到说 类比科 3438的类比科 股价没有空间 前两天还有人说 可不可以追 23块收购价 一般他要被收购的时候 这个跳空已经涨完了 现在回到22.85 就是等着被收购 没有价差空间 要赚钱也赚不到 或许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说 他本身有没有 是智新溢价36.9% 收购类比科 他的收购价格是23块 收购价格是23块 有没有 相对的收购金额比例是90.07% 9成 也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的价格23块 已经怎么样 没有空间了 不需要再去买它 好 那再来 刚刚神论我们刚回答过了 目前的盘式结构上来讲 这个盘式我们刚刚讲说 华为的事件 我跟别人看法也不太一样 主要从几个观点 不管是大陆股市的反应 还有华为股票的反应 好 那今天在另外一档是 可乘的站上五日线 是否能够以短线操作 我不建议你去做可乘 为什么 来 你先看几个地方 可乘在礼拜一礼拜二 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这四天 从上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 连续四天破底 它是跌升反弹 第二个 在昨天为止 外资大卖3483张 今天稍微买一下 买个1200张 买什么 拉抬一下 手上的持股 拉高一点 再大出 这个观点 它跌升 可以做短空回补 但是不要去强短 因为很容易强短失败 我不建议去做强短的动作 那再来4958的真顶会涨吗 真顶的股价其实不好做 大家都知道 你看 最近这一个礼拜 今天涨 可是呢 涨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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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不好做 它的股性 它最近在回测月线 月线78块60支撑 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不好操作这两个股 我会比较不建议去碰它 好 再来 创意是否会继续跟着大盘反弹 我会建议其实一个关键重点 3443的创意 这一波段为什么会急跌下来 创意这一波回档跌了多少 38块5 38块5 最主要的因素 其中一个 不是它什么跟台积电合作 那些NRE的一个题材 而是说 比特币挖矿股 很弱势 比特币一直在测低点 3400美元以下 比特币是破底往下探 相对反弹上来 我会建议 空单还是做一个操作 你如果说是短 你是短空的 可以趁着它压回就先补 补了以后拉高再空 可以来回做一个操作 你说它底部报大量 一个关键重点 你要看它底部报大量的重点 有没有 来 你看看那天外资买1800张 可是成交量是18000张 18000张到这个时间点 从162块 也反弹到219块 这一段也反弹的相当的多 不是没有反应过 有反弹过了 好 那再来我们再回答两个问题 6451可以做多吗 那我刚刚说过 VIX的话 可以 可以接吗 低接不要追价 好不好 我一直跟好朋友讲 低接不要追价 6451 你如果说你想去做多它 我还是跟你讲 10日均线 72块9 设一个停损点 停利点 但是你这边你一看 外资最近这半个月 还是一直在卖讯心 卖的原因 我先跟你讲 有没有赚钱 虽然说营收都比去年大幅大幅成长 前三季才赚0.84元 前三季才赚0.84元 今年的获利数字 以目前11月的营收来看 应该跟去年差不多 1块钱上下 可是股价呢 76块2 本一比真的还是有点高 你要用做短线技术面操作 就是短线 10日均线 72块9 设停损 好 跟各位讲这些观点 那再来 盘式架构 我刚跟各位讲过 今天拉高的时候 有些股票在拉高出货 同样的情形 我们做一些个股呢 要避堪拉回的修正 这些都是我们打算 明天要出手的标的 这些个股 短线上 开始要做一个调节 要拉高出货回来 千万不要去追价 这些个股都是涨一段上来 有没有 涨一段上来 很可能就是明天 跳空开低 开始做修正 怎么样跟上这个脚步 甚至在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早上的高雄 下午台中 晚上台北 我在把2019年台股发大财的计划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不要说看到股价涨 说真的 这一波融资有大增吗 盘中连线的时候 哇 那个非凡新闻台 那个非凡商业台 民捐主持人告诉我 上个月 11月 散户交易人数少了34万户 一下子少了两成 真的 不要随便追价 好不好 在礼拜六台股 2019台股发大财的重点 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 先要预约报名 报名专线 02257837777 0225783777 把握这个机会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我现在来说明天操作顺利 感谢观看